本来今天只是想要拍点小日常的 但是这道双椒鸡腿又实在是太好吃了 甘香思义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你知道你爸他昨天晚上弄到1点半 快2点 你感觉累吗 累 我这个多的连箱子都鼓起来了 看到没 很酷我觉得很酷 但是结果是最难的 这样爸爸才有头脑 我是不行 我超过10个以上 看我就要看好久 我还是负责炒菜吧 这个是西梅吗 一箱啊 是 对 哇 这么多 还给奶奶买了一个榴莲 今天你爸下血本了 买了两个榴莲 一个给她看 然后半个给奶奶 我们吃半个 对 榴莲啊 不吃榴莲吗 不吃榴莲吗 新鲜的那种 看你结账了 前面也有 剥那一朵就可以了 我怎么那么硬 你等一下会辣 剥完就可以了 我先把饭包起来 看我的腔大力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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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怎么那么硬一点呢 真的 来 让一下宝贝 嗯 哎呀 终于好了 加班加点的体制 来 拍一下 哇 还真的可以 谢谢 这辣椒想着说前两天才分享过 但是又觉得这道菜值得分享 所以我还是打算简单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这个怎么做的 这个是去市场买的那种冰鲜的鸡腿 让摊贩直接去骨了 所以就很方便 直接改刀哈 然后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来一小勺的盐 然后糖 适量的白胡椒粉 一勺酱油 半勺的蚝油 再来一点玉米淀粉 我们给它抓拌均匀 最后我们封一点食用油 等它煎的时候不容易沾 再给它抓匀 给它腌制个五分钟 这个张素港的辣椒 就吃起来清甜 不会很辣 然后配一点这种红椒 如果没有这种辣椒 你们就买那种红线椒也可以 就小朋友也可以吃 给它切成那种长一点的刀 在这儿你要用递播的大蒜 给它稍微给它切对破 加一点这种红葱头的话 会比较香 也可以用洋葱 然后这种小一节的大葱 切成这种小段就可以了 我们先把碗汁给它调起来 等下操作比较方便 盐 然后米酒去腥增香 生抽一勺 半勺的老抽 再来一点点蚝油 一小汤匙的玉米淀粉 清水的话就来一点点 平底锅里面 我们倒入一些使用油 先把腌制好的鸡腿肉 把它放进去炒至中火煎 像这样中火煎了五分钟 表面焦香 这个时候我们就关火 把它盛出来备用 锅重新洗干净 然后我们正式开炒了 来一点点油就好了 不要太多 先把尿头放上去 再加一小匙这种新鲜的铜椒 中小火炒香 这个炒到这种表面 你看有一点上色了 接着我们再把这一个 辣椒给它放上去 同样也是中小火先炒一炒 把这个辣椒的香气给它炒出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鸡腿肉回锅了 还是老样子 一手拿着酱汁 一手这样子煎起锅 这样炒会更均匀 煮匀的锅后不要着急出锅 一定要给它炒一炒 最后把它炒香 这个辣椒跟那个青花椒一起 搭配在一起真的不太香 特别的下饭 而且炒出来是那种干香干香的 朋友们不要眨眼睛 3 2 1 是不是这样调整一下 最后就会更好看一点 干香思义 可以学一下 好了开饭了 朋友们 双椒鸡腿肉 然后炒了一个手撕包菜 这个是十九宫 听说这是野生的鱼 所以买两条来做了鱼汤 加了一块老豆腐 然后西红柿炒蛋 老大他们喜欢用来拌饭 所以汤汁留得多一点 我们今天中午就这样吃 喝完我们有没有盛饭 请我们吃饭 喝一碗鱼汤再吃饭 你看睡衣都不换了 只要不吃饭 再看 妈咪会看这个鸡腿区 然后这个鸭腿区 然后这个是鱼齿区 全部都给他分了 现在时候注意 要也我也要 姐姐要认真干饭了 话都不说了 所以我们也认真干饭 这是给虾份菜的 妈妈 我要断锅包菜 嗯 自己断哈 先吃肉吃 然后先去你吃 加了三个鸭蛋 也能吃得起来 姐姐已经吃了一碗饭了 还有饭吗 妹妹 有 还有 我才煮两杯 怎么还有啊 还有 我才煮一点点 哦 你这个碗没淋 等一下再煮一碗 没有苦 咚咚咚 这样它就超快 来啦 甜蜜蜜蜜蜜 让你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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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陈家人是最怕你长不胖的 知道吗 到时候他突飞猛进的长 然后你就没长 就看起来不要疯吧 他是不是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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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